近日海岩县公安局西唐派出所就接到了市民汪先生的报警求助 说自己的手机丢了 而且说着说着还哭了起来 原来在汪先生看来 手机本身的价值是有限的 但是手机里的照片却是意义非凡 一番了解后 民警立即着手 调查寻找 说着说着 汪先生竟然哭了起来 原来这个手机对他意义重大 汪先生说 他和妻子感情很好 半年前妻子不幸因病去世 手机里记录的200多张照片 是他和妻子的珍贵回忆 手机丢了可以重新买 但是照片丢了 那些幸福的回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接近后 辅警王辉试着拨打了汪先生的电话 电话是通了 但一直无人接听 于是他决定陪汪先生到前天晚上去过的两家店找找看 从水果店内的视频来看 10月30号的晚上8点半左右 汪先生买了水果付完钱回家 当时是拿着手机的 那会不会是掉在家里某个角落呢 十几分钟以后 汪先生又打来电话 说手机果然在家里找到了 原来汪先生当晚回家开门的时候 顺手把手机放进了水果袋 后来就忘了 就以为手机丢了 虽然这回手机是没丢 但是考虑到手机里的照片对汪先生意义重大 细心的民警还是特意地给汪先生做了一个备份 记者盛维东编辑报道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是为倒伤心处 咱们公安干警的这个忙啊 可以说是帮到了汪先生的心里去了 不仅让汪先生倍感温暖 也让我们感到了执法的温情